這條題目呢,它就說X又是等於一個比較奇怪的數字 叫你找這個數,它的數值究竟是什麼 首先要講一講的就是這個中括弧的符號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叫做高斯符號 它就說拿不超過這個數值的整數的最大值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這個符號困住了Pi的話 我們知道Pi是3.14,不超過3.14的整數就是3 舉個例子,例如我們有一個困住了-2的符號 一個-2,跟好2本身就是1.414 如果-1.414,我要找一個不超過這個數字的整數 就是-2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要我們找一個不超過這個數的整數的值 那這條數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看一看這個符號的部分 符號它分別由第幾個term 這個是第一個term,這個是1,這個是2 再加2015的二次方,全部都是這樣 好了,那看到一個這麼有趣的組合 那我們索性就說這個第幾個term 給它一個英文字幕 叫做K 我想不到英文字幕,我喜歡給K 那這個東西就加2015的二次方 那這個東西它本身當然就大過2015的二次方 那但是它又小過2016的二次方 那為什麼呢?因為一看就知道K 這個啊,K呢 它是屬於1啊,2啊 那一路去,那去到2015而已 都是一個數來的 那就算它拿最大的這個是2015加2015的二次方 那它都沒有去到2016這麼大的 那這樣呢?我們就有這條這樣的顏色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的話 那你見到這個墳墓吧 那它有開方的嘛 那我們就兩邊開方吧,沒有壞的嘛 兩邊開方之後呢,我們就會有2015 小於跟號K加2015的二次方 那你見到這個墳墓的部分呢 都差不多開始組成出來了 那剛剛說了,這個其實是墳墓的部分 那我們下一步呢 當然就要拿它的recipical 那當我們拿完它的recipical呢 我們就會有 1 over 2015 那那謹記呢,當我們拿recipical的人呢 那些大於小於符號呢 是會全部倒轉了的 那中間是這個1 over 跟號K加2015的二次方 那這個就是1 over 2016 那這個是比較小的 這個處於比較小的那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不如整條顏色乘2015吧 那整條顏色乘2015 我們就會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2015 over 2015 那這個東西就是1 大於2015 over 跟號K加2015的二次方 再大於2015 over 2016 再大於2015 over 2016 OK 那我們將這個萬能的K呢 縮窄到去1的範圍了 那它就是一個差不多接近1的數 和1的中間 那如是者 我們又怎樣可以令到它組合成為2015乘X呢 那... 那... 這裡X就有這麼多個啦 不如這樣啦 我們將K 真的apply回去 1 2 3 去到2015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樣子的色 將這個apply之後 我們就會有... 那... 這次寫回 由最小的開始寫了 2015 少於2 2015 over 2016 這個數 少於... 2015 呢 over 跟號1加2015的二次方 這個數小於1 好 另外 有2015 over 2016 小過 2015 over 跟號2 加2015的二次方 這個數小過1 那... 那... 如此類推 如此類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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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over 2016 小過 2015 over 跟號2015 加2015 的二次方 整個數都是小過1的 那... 如果我們將這裡 這裡有的所有色呢 全部加在一起 那... 我們很顯然而見呢 左手邊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有... 2015個啦 有2015個的2015 over 2016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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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一塊是什麼呢 這塊就是2015 你全部抽過2015出來 那就可以變成... 2015個X 那... 那... 你看到2015X 出來了 那... 這個... 全部加上它 那... 那... 呢... 那... 呢... 那... 呢... 那... 那...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2015的平方 那... 分... 分子成分子 2015的平方 除以2016 那這個數 究竟又是什麼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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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嘗試在旁邊 evaluate一下 因為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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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 數值究竟 若沒有有多大 那...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 有個... 有個... 整數 它是... 知道這一個... 數... 介乎於兩個整數中間的話呢 那... 那... 事情就... 很容易辦了 那...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有2015... 的平方 嘗試可不可以從這個出發 去找到一個正整數去符合這個條件 那... 那... 我們試一試了 嗯... 我們有2015的平方啊 那... 那就不妨試一試這一條式 就是2015的平方 減2016 乘以2014 那... 你知道一個數的平方 減這個數加1 乘以這個數減了嗎 那... 那... 這件事呢 就是... 等於... 1的 這個是普通的算術來的 那... 那... 換句言之呢 就是... 2015的平方 over 2016 呢 這塊 其實是大過... 大過這塊 2014 啊 這一塊是2014的 咦 那... 搞定了 我們要找的東西呢 我們要找的東西是這塊 我們要知道2015的X 究竟是哪一個位 那... 那... 這個東西經過運算完之後呢 就大過2014的咦 那... 我們就知道 2015X 這塊東西其實是介乎於2014 和2015中間 那... 所以呢 第二呢 我們就有這個結論了 2015的X 這個東西呢 我們如果要用一個... Gaussine的rotation的話 這個東西就剛剛... 等於... 比較小的那個整數 就是2014了